科索沃再生事端了 塞尔维亚特种部队已经出发 巴尔干火药桶怕是要炸了 科索沃会成为欧洲第二处战场吗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中神Talk》 今天我们来聊聊 科索沃会是欧洲第二处战场吗 这段时间 俄乌战况又有了新的情况 之前一直是俄军冲到乌克兰家里干仗 乌克兰眼看着家具被炸的稀巴烂 苦于实力不济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可自从无军用自杀式无人机 炸了俄罗斯本土的军用机场 等于是乌克兰反过来冲到俄罗斯家里头 把他家的车库也给点了 双方的梁子算是越结越大 而就在普京冲到仓库 查试核导弹的时候 欧洲的另一个火药桶上空 电闪雷鸣 巴尔干半岛再次蠢蠢欲动了 事实上 早在几个月之前 科索沃就挑起了车牌冲突 让巴尔干局势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虽然后来在欧盟和北约的介入调停下 塞尔维亚被迫让步 冲突似乎告一段落 但没过多久 科索沃当局就逮捕了塞族警察 又一次提出要加入欧盟 塞尔维亚总统伍基奇 终于是明白了 自己的让步只能是换来对方的得寸进尺 塞尔维亚已经被逼到了墙角 默克尔不久前曾经提到明斯克协议的假话 又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西方国家的所谓承诺根本不可信 武基奇看得很分明 却不一定有能力改变现状 要知道科索沃问题本身就是北约或者是美国一手炮制出来的 既可以搅动巴尔干局势 从而把欧洲局势也带得混乱起来 又可以拿捏塞尔维亚这个亲中又亲俄的反骨仔 一般来说只要塞尔维亚不听话 那科索沃地区就会闹点事出来 塞尔维亚就像是一名被地痞流氓糟蹋的姑娘 而且强行将他心爱的围搏抢走 坏人还希望他不要反抗 要顺从 然而塞尔维亚紧紧握着自己的围搏 是要和这些地痞流氓抗争到底 武基奇就很明白自己国家的脆弱 他在豪强环视的欧洲一举一动都总是小心翼翼 只不过武基奇最近的表态很耐人寻味 他表态希望能够缓解当地的紧张局势 又表示希望能够派遣一千名军人前往科索沃控制局势 我们还看到小道消息说 塞尔维亚的特种部队正在前往科索沃地区 我的判断是如果武基奇想开战的话 这倒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毕竟现在北约各国深陷俄欧冲突 几乎是一个分身伐属的状态 北约口口声声说要维护乌克兰的国家和领土完整 反对克里米亚和乌东四个州的公投独立 然而在23年前 正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对南联盟开展了持续78天的狂轰滥炸 将科索沃硬生生的从南联盟分离出去 所以无论从法力还是道义上 所有参与轰炸的北约成员国都应该被送上审判台 经过这么多年的准备啊 只要北约不干涉 塞尔维亚想要一口气解决科索沃问题 应该不算太难 现在的问题是北约会放手吗 这一仗五七旗会打吗 俄乌冲突让整个欧洲人心浮动 或许有人认为俄乌冲突的战火 已经烧到了俄罗斯本土 牵制了普京大部分的精力 是时候让科索沃再往前进一步了 这个险值得一冒 对五七旗来说 缓和科索沃局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要么战 要么谈 无论如何都得解决 而且不能是以承认科索沃独立为结局 但要是通过谈判就能够解决 那科索沃问题就不会持续十几年了 而已经被逼到墙角的塞尔维亚 最后会发挥出多大的能量 又会对北约造成多大的伤害 谁也说不清楚 还是留待后续观察吧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